盘点神雕三部曲前六十高手第五名神雕侠杨过 实地出场人物中天花板级别 自由邂逅欧阳峰吸的蛤蟆功 后搬入古墓派门下学的玉女心经 机缘巧合之下在古墓中发现了王重阳所刻的不分九云真经 出入江湖从红旗宫处获得打狗棒法 不久又从黄耀师处吸得弹指神通 除了南地伊东麦 东斜吸毒北盖中神通和林朝英的武学 杨过可以说是无所不亏 断臂之后在神雕的指导下 学得独孤求败修炼内功法门 配上玄铁剑法 在重阳宫之战中一招秒杀蒙古三劫 击败蒙古第一高手金龙国师 对上不若老五爵多少的球千刃也只用了百招 参考郭靖与金龙在旁白里面的在伯仇之间 是非千招难分胜负的高手 而杨过在获得独孤求败的内功法门和玄铁剑后 其实力就已经明确在技能之上了 因此可以推断出杨过在二十岁的时候武功成就 恐怕就已经跟三十九岁时的郭靖在同一水平线上了 原文是 我持玄铁中介几乎可无敌于天下 而后一年时间杨过先是在山洪之中练剑 以增出招之力 后又与雕在大雪中练习木剑和袖子织法 一年过后神雕又将杨过引到怒涛中练剑 每日两次这一练就是六年 原文说六年中杨过的剑术和内功 每隔几月就会有较大的进步 那此时的杨过有多强呢 原文中说 这时候杨过木剑上所发的进风 一颗与扑面巨浪相聚 神雕纵然力道惊人 也已挡不住他木剑的三招两世 这时他方也会到剑魔独孤求败木年新晋 以此剑术天下富有谁能与抗手 这里有两个细节 其一是杨过在二十七岁时 就已经可以用木剑在三招之内击败神雕 其二 经过七年 几乎没有什么剑断的勤修苦练 二十七岁的杨过再次探入江湖时 参考天下富有谁能与抗手这句话 实力恐怕就已经超过了郭靖 不过杨过最大问题是 内力不如老四爵和郭靖扎实 十六年后 当杨过听到伊登大师的千里传言时 认为自己的内功成就不如他 后来杨过震惊于绝远的内力 认为他可以跟郭靖跟伊登的内力相媲美 因此杨过的内力不如郭靖 应该也是没有什么好疑问的了 杨过凭什么强过郭靖 这里总结了几个反对声音的观点 然后我们也从杨过十六年后战绩 去解释这些问题 因为根据杨过两个战绩的原文内容 几乎就能粉碎这些质疑 网友的观点一 因为杨过少一只手是个残废 所以郭靖赢 关于这个观点 杨过在十六年前确实存在过 杨过与《求千刃》一战中 原文说的是 这时两人一剑双掌越斗越激烈 杨过在避刃上占的便宜 此恩却多了一条手臂 可说是扯了个直 首先根据旁白可以得知 从战略上来讲 玄铁剑可以弥补杨过缺失的手臂 其次杨过的袖子的威力不可小觑 这在杨过重阳宫之战 和单挑周波通时都有提到过 原文是 杨过此时内进技强 袖子一服 实不在于钢鞭巨处之撞击 也就是说 在杨过与人的搏斗中 袖子基本上就能够弥补右臂的七成战力 还有第三条是 当杨过用二人销魂掌时 全身上下几乎任何部位都可以成为武器 比如 《襄阳之战》中 杨过就用脚使出二人销魂掌击败金轮 原文是 杨过退步避开连出三招 跟着又是一招行之走肉 踢出一脚 这一脚发出时 恍恍惚惚惚 隐隐约约若有若无 国师哪里逼得过了 通的一响正中胸口 百花古之战中 杨过还向周伯通展示了 用身体其他部位使出黯然销魂掌 比如 心筋肉跳是以小腹胸肌伤人 无众生有可以左掌右袖双足头锤 轴膝臀肩 连的胸背腰腹一起攻击的人 面无人色更是可以用面部表情攻击 总之一句话 杨过在使用黯然销魂掌的时候 身体十几个部位都可以代替手掌 打出二男销魂掌的掌力 如果按照这个逻辑 试问当时杨过全身都发出二男十几道掌力的时候 只有双手的人该怎么抵挡呢 所以这本身就是一个逻辑背论 另外不要说少挑手臂 即便是杨过没有四肢 只要杨过在没有偷袭的情况下 由硬实力正面击败了金轮 这就是杨过的综合实力 在陆顶记中四肢健全的绝顶高手的童安通 就未必会是绝顶高手独臂神医九难的对手 超人没翅膀不是照样可以飞吗 杨过凭什么强过郭靖 粉碎网友的观点二 郭靖的双手护勃术加成极大 暂时出双手护勃术的情况下 杨过一只手无法应对 首先杨过可以利用全身十几个器官抵抗 其次对郭靖的武功属性来说 双手护勃术对他的武功加成是极小的 甚至郭靖身处绝境都没有用过这门功夫 这是因为双手护勃术有一个致命的弱点 那就是利分则弱 郭靖的降龙十八掌原本就是以威力著称 而护勃术对降龙来说就非常尴尬 虽然招式多了 但同时力道也被减半 所以郭靖真正对敌的时候很少用双手护勃术 他只在极特别的情况下才会有奇效 百花谷之战周伯通就曾使用过双手护勃术 来抵御杨故二人销魂掌中的托尼带水 原文是周伯通左手使孔明犬中的一招 右手使一招大幅磨拳 以清灵对清灵 以魂厚对魂厚 两下冲击 两人同时呼吓各退出术步 此战中杨过一招二人销魂掌中 分化出两股截然不同的劲力 周伯通被迫使出了双手护勃术 粉碎一网友的观点三 郭靖是三部曲中唯一一个学习了全套的九阴真金的人 首先九阴真金对个人提升肯定是极大的 但是武功跃到后面拼得去个人的悟性 这就好比大家同样是高中毕业 有人学了三年可能只能上一个三本学校 而有人只学了一年却被清华录取 郭靖的武学资质是极低的 这个分析在之前学习九阴真金的五种境界视频当中有过阐述 另外还可以举一个例子 东斜西都南地北盖和郭靖都一定程度上看过九阴真金 而球千人自始至终对九阴真金没有看过一眼 但在神雕中球千人的实力未必就比其他人弱多少 黄白更是称 以一灯之能 也就兴许能胜他个一招半式 所以从没学过九阴真金的球千人实力 一直以来都与老四爵深度绑定 全本九阴真金的最大用处 就是让郭靖在内功一顶上高过杨过 而关于为什么说杨过能胜郭靖 我们明天继续来说 谢谢观看 感谢观看